递交招股书已满一年 滴搭上市已是人物新进展 去年10月8日 滴搭出行向港交所 递交了第一版招股书 当时被外界认为滴搭或成为国内共享出行第一股 不过 根据港交所官网 这版招股书目前处于失效状态 今后监管机构可能会提高 对顺风车平台的监管审查水平 同时新法律及法规的出台 可能对滴搭的业务有影响 其一是因为滴搭出行财报盈利能力较弱 而顺风车行业本身体量较小 在定价方面或存在不同看法